Hello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新闻一集的超市品周园 今天大家来看这枝Montis Classic Series Merlot 2022 为什么是Merlot呢? 因为有个酒在留言区留言说 可不可以介绍一下超市里面有没有什么Merlot好喝的? 所以我就找了这枝 为什么呢? 因为这枝我忘记了有没有在频道说过这个酒庄的酒 其余那些Cabinet那些都ok的 挺好喝的 所以呢 其实这枝我应该没喝过 但是因为隔于其他的酒款都酿得挺好 所以我就试一下 因为我没喝过 因为如果有看我的频道都知道就是 我是比较喜欢喝Cab的 所以Merlot呢? 我的确是少买一些 但是不管了 那就试一下吧 为什么不用针了? 为什么呢? 为什么针了呢? 因为是其实刚才六下的时候有电话进去 所以就断了 不要紧要了 那大家都可以看回来 就是呢? 看来现在这样可能是手机 因为那个光源问题 那其实实际上呢 我这样放手指在下面 其实呢 完全是看到三只手指 所以呢 其实它的色是不深的 那都是红薄细色啦 那呢? 刚才我都已经闻过的了 那呢? 它里面呢 就有黑莓啦 黑加仁子啦 那有少少肉桂啦 有些薄荷叶的味啦 有少少玮尼娜啦 那还有呢? 现在闻呢 再闻多一阵呢 你会闻到呢 有一些茶叶的味道 是的 咦? 那真的挺OK的 好 那就试一下了 真的要试一下 嗯 那喝下去呢 反而是 红色酱的味道多些 那些红莓呀 那边多些 有少少藍莓呀的味道 那呢? 那呢? 呃 喝下去呢 你不会觉得那些 那些 刚才说的肉桂 反而就没什么 但是反而呢 多了什么呢? 是一些青茶 反而有些青茶的味道 那我也觉得 挺有趣的 有些青茶的味道 那这样 那我不知道是不是 那一期 就是他这一期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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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熟得不够 好了 我觉得有少少好像 未够好熟的 的 的感觉 是的 但是 嗯 酸度呢 是够的 那么 丹铃呢 它不强 但是 是OK的 就是 足的 但是不是那些很强的丹铃 是的 是足的 喝下去呢 你都觉得 挺 挺 feel good 的 丹铃是不错的 是的 有一些 有一些 茶叶的味道 一些青色 青茶 茶叶的味道 有很少 很少的 巧克力 是的 有很少的巧克力 我觉得 特价 八三 四 两支 那 就是 七十多 一支 那 你问我 是怎样呢 我觉得 是OK的 是的 我觉得OK的 我觉得是 物有所值的 那你说是物超所值呢 那 就不是了 是的 我觉得七十多元 八十元 特价 之中 100元 是OK的 但是 如果 我忘记了原价是多少呢 是的 但是 中之七八十元 我觉得 这个价钱 是OK的 是 抵抵的 是的 买回来 你不会觉得后悔的 是的 那这个酒庄 基本上 那些酒庄 也不太好 那些酒庄 不是那些 特别 哇 很好 很厉害 也不是 可能它高级一点 那些酒款 是会再好些 当然 但是 这些 最基本的酒款 其实都可以的 是的 那 不知道 喜欢喝否 那酒有 怎样看 那 也可以 可以回来 试试看 对不合你口味 那今天就这么多 那如果喜欢我的频道 就可以订阅 赞好 分享出去 那还有小铃铛 有新的一集 就会通知大家 那 是的 如果你有什么酒 是想我 在一个频道分享 究竟知不知道 好不好喝 那你可以叫我 去试一下 那我就 在留言留言 那我就会 尽量找回来 和大家分享 好 那下集再见 拜拜